veneno 我们跟我们生活的场域 其实不是那么接近 我觉得蛮多的艺术家 大部分还是会在处理 关于环境状态 人文的一些情况 我会利用这些 我在環境戶外所採集到的这些物件 来呈现出在户外环境正在发生的一些线上状态 我当然有一部分是想要回应到说 我个人在这个大环境当中的那个位置 跟我想用什么角度去观看这个环境 我也希望说观者能透过所谓艺术家的作品 去回应到说他们自己 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在哪里 我自己在河流的时候的那个工作的那些感官感知是放大 这部分来说回应到说就是我对于河流的这个关系状态 重新的在一个定义 我们看似是在做对于过去的历史探究 是因为我们想要去了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目的其实最终都是想要去更认识自己 更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土地 我觉得创作不管是艺术家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创作 一定是有要回应他当下的这个时代 你眼前所见的那一定是反映了你的过去 然后或者是反映了你想要说什么 我们从洪水的文章出发 我们受到这篇文章的感召 但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夏营 要找当地的青年一起来跟我们做创作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两方很像是一起在彼此碰撞 我们在彼此做探索 我之前在日本我生活的地方是在很深山里面的 我关注的东西比较像是跟这个自然的关系 这次回来到台南自己土地就是台湾 就是从自然然后再扩大一点到这块土地 比如说现在的疫情也好 或是台湾关系就是等等的 从自己看待自然也好 或是这块土地的方式 然后去给看的人一个角度 让他们也可以去处理自己跟环境也好 或是自然等等的关系 其实我某些程度上我在做的事情也有某些程度的拓荒 我觉得有拓荒就会去影响那个地方原本的状态 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挖一个地方的土 我为了要让它变成可以用的黏土 所以我必须要练土 蛮多地方我挖起来土是可以用的土的时候 其实它很容易夹带很多人为的杂质 我原本以为我在一个超荒野的房间 但因为我都是人为物 一开始我会觉得人已经完全进入这个土地了 但是其实你猜猜猜 我会觉得他们才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才是外来者 所以这些东西它被人类抛弃 它在这个土上面住下来的时候 它反而也变成他们的一部分 我来侵入他们的时候 他们反而是帮助土地在抵抗我的 这个系列我是更对等 或者是更低的角度 在看世界或环境的影响这件事情 基本上我也不太会改变它的土质 或任何更强力介入的事情 但是它的每一个改变 也会变成我的产线里面的一部分 感谢了